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如何做好自己的短视频 很多人都看别人的短视频 对吧 三农的美食的短视频 你会发现他们短视频当中有三个硬伤 致命的硬伤 这个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是非专业选手 哪三个硬伤呢 第一 反复的工作浪费了大量的成本 第二 同质化 第三 不系统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问题 大家看一看 我们看电视联系剧 或者看电影 我们都知道电影和电视剧的背后有脚本 脚本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叫做什么 叫做分镜头 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 说一个电视拍成了不同的场景 你说拍电视的团队 导演是什么 是今天我拍第一集 羊设计到五个场景 然后明天的话 我拍第二集的时候 又反过头来 再到这几个场景上来拍 是这样拍的吗 不是吧 是什么呢 是一次性把它分镜头了 分镜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羊分镜头之后 把涉及到了山上景 从第一集到第五十集全部拍完 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演员的档期 说这个演员档期紧了 好了 比如说刘德华 那么我只能用到15天 如果要拍70集的话 得用到什么500天 这么怎么可能呢 好了 要把刘德华所有所有的场景全部分镜头 然后在这几十天内全部拍完 我们拍架构和电视购物的时候 特别是广告宣传片的时候 大家做过文案 做过策划的 做过影视拍摄的人 都应该明白 分镜头 分镜头啊 是考验一个人啊 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我们当时拍广告片是60分钟 我做分镜头啊 得做很长时间 三天四天 那我就特别特别的服啊 服人家能够拍一个电影的人 能够拍一个电视剧的人 那这个导演 这个助导 真的不是一般人的 所以呢 我们脑海当中就有一句话 叫做分镜头 好了 我们现在不是要你拍10分钟 也不要你拍60分钟 我要你们拍三分钟 四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的分镜头 那就很简单了 大概是五个到八个分镜头 或者只做五个分镜头就可以了 每个分镜头的话呢 大概不到一分钟吧 五分钟以内就可以吧 那好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分镜头的这个逻辑 今天我拍什么景 我一次性拍完 我在我的脑海当中 事先有了一个构思和有个构想 然后我大量的拍素材 我所有的素材 各种的角度 我全一次性拍完 我今天可能拍个农民 明天我可能拍一个山上的 后天我能可能拍一个地理的 大后天我可能拍个村庄的 然后拍人的 拍狗的 我七天就干完了 我七天就可能把我一个月的什么短视频全部做完了 大家能听懂我是这个道理吧 因为这些大量的分镜头只是需要你什么 你在做脚本创意吗 很多很多人是什么 是先有了脚本再拍分镜头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 可是我们很多很多广告公司是什么呢 是先有了大量的分镜头之后 从这个素材库里面找了一个广告片 也叫拼片 这个是什么 是以小博大 是最低成本的 所以很多很多三能的创业者 就不要每天扛到摄像机 然后拍拍了一天 然后第二天还继续拍 然后第一天到前十天的全部浪费了 你这个就属于二哈了 你一定什么 一定是按照我所说的 把某个镜头全部拍进了 然后能够支撑起你一个月的 然后你再想 这个镜头当中我配什么样的文字 这个镜头当中我配什么样的文字 四个镜头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一个短视频 我今天的短视频完事了 OK了 然后放一遍 我一天能够做十个 要比你什么 要比你十天 每天做一个要强的多 而且你什么 你会发现在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 你既解决了时间的成本 又解决了什么 系统的性 因为什么 因为都是按照你先的脚本来运作 你不是随机的 比如今天我拿个摄像机 我随机性的拍 你就有断节 你就不是一个系统 然后的话 谁也不会跟你同质的 你不会同质化的 因为你都会什么 都会把不同的形式 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是红贺 这段视频对于三浓的 美食的 美妆类的 特别特别重要 有什么不懂的 大家可以交流 这是一个专业性的 大家一定要学会 谢谢 谢谢